國境從今天凌晨開始解封了 桃園機場呢 在凌晨時分迎接了泰國首發團抵達台灣 同時也代表國門正式打開 指揮官王必勝親自到現場熱烈迎接 另外呢 預估在今天13號這一天的入境人數 大約是1.2萬 總共會有20團的旅行團陸續抵彈 我們去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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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好 直擊桃園機場每個抵達台灣的旅客 連上笑容藏不住 指揮官王必勝更趕到現場迎接 泰國首發團來台 更代表著國門正式打開解封了 一下飛機就有專人指引路線 迎接來台第一團工作人員都不敢馬虎 快篩世紀小禮物都不能少 我很喜歡台灣菜 台灣文化 我有很多台灣的朋友 靈灣行靈往外走旅客們開心合照 更有大批民眾在門口親眼目睹解封一刻 直擊五點的桃園機場旅客們也陸續抵臺 10月13號開始台灣邊境解封 第一個泰國旅行團更在13號凌晨就搭乘台灣 泰國越南的旅行團共有244名國際旅客來台旅遊 預計在10月底前將會有230團3630人來台觀光 在泰國團抵達前指揮官王必勝早就抵達桃園機場徹底視察 檢疫人員也穿上裝備全副武裝整理動線 希望把最後的一面呈現給來台旅客 讓每個人都能秉至如歸 記者劉指掌王宜寧桃園採訪報導 好 雖然國門已經結晶了 但是提醒大家現在本土疫情還是在高原期 因為在昨天標出8月以來的第二高峰 好 但是指揮中心宣布的是呢 13號就是今天凌晨0點鐘開始 全球旅遊疫情建議要降為第二級警示 同時呢 0加7的政策上路 並且會取消淨團令 只要兩天之內快篩陰性 就可以外出上班上學 但是依舊要全程戴好口罩 同時用餐的時候必須要獨自 或者是跟特定的對象 就是做這個快篩 10月13號開始零加7上路 入境當天要做快篩 自主防疫地點 必須是一人一試 兩天內快篩陰性可以外出上班上學 但要全程佩戴口罩 醫師黃立民表示 醫療整備如果都夠 就繼續放寬下去 國內輝瑞口服藥儲備量成為關注焦點 封鎖國門九百三十九天 臺灣歷經了三波本土大流行 第一波在二零二一年的五月 以萬華為重災區 第二波在二零二二年四月 Omicron全臺淪陷 五月二十七號單日本土新增 九萬四千八百零八例 創下了史上最高紀錄 第三波從八月到現在 醫師江冠宇表示病毒不斷變異 有出國需求者可以打完二架疫苗 與其或許可以再降低風險 不過近日民眾有症狀 使用戳鼻快篩都呈現陰性 因此有醫師建議 可以改成戳咽喉比較靈敏 指揮中心也做出了回應 除了新冠疫情要注意之外 醫師無心帶指出 最近比較猖獗的是呼吸道融合病毒 咳嗽嚴重的話還會咳到吐 他提醒如果兩歲以下的嬰幼兒 呼吸發出嗅嗅聲 就要儘快就醫 記者周天杰 王一仲 台北報導 好 我們接下來關心的 這是衛福部 去年七月份核准了高端疫苗 緊急使用授存 就是所謂的EUA 其中核准生產條件之一 就是一年之內必須要減送 國內外執行疫苗保護效力報告 衛福部長薛瑞遠已經說了 高端必須在本月底完成補件 如果預期還沒有補證資料的話 那麼依法就會廢止EUA 到時將公開報告 現在每天大約是有1萬名的學生確診 但是更寬鬆的校園防疫新制 今天就要開始實施了 教育部長潘文中在昨天說 這個新制度是希望能夠讓校園的生活 還有學習恢復正常 但是後續還是會做所謂滾動式的修正 不過校長團體表示 如果師生出現大規模的感染 仍會採取停課3天的做法來因應 至於境外生入境需要一人一室 有大學說 學校的宿舍幾乎都不符合規定 希望未來能夠再放寬或者是解除 在台南市的仁德區 有一名里長12號凌晨 傳出了心肌梗塞奏事 這名里長是在11號下午的時候 接種了次世代疫苗 隨後身體不舒服就送醫不治 而且還篩出了陽性確診 懷疑是不是因為已經無症狀確診之後 又接種疫苗所引發的不良反應 現在指揮中心已經說了 確診後3個月之內不能夠打疫苗 是因為重複感染風險很低 並不是因為容易引發不良反應 台南仁德區一名里長11號 還在服務處東奔西跑 卻傳出12號清晨疑似打疫苗 意外走勢 里長11號下午打了莫德納次世代疫苗 隨後身體不適呼吸困難 12號清晨心肌梗塞猝死 後來快篩陽性確診 懷疑是不是因為里長無症狀確診 加上打疫苗意外釀猝死 主要是因為這個感染後這個短期間 會重複感染機率比較低 而不是說確診感染後接種疫苗 比較容易造成不良反應 而醫學專家研究 確診後的民眾在施打疫苗 抗體增加25到100倍 對抗變種病毒可以交叉保護 這個疫苗產生的免疫力 會比沒有感染的人 會增加25到100倍的一個疫苗 里長不知道自己確診 打疫苗後身體不適走勢 雖然還無法判定是疫苗引起的 但恐怕已經讓民眾心驚驚 繼續來關章 台南報導 好近期有不少民眾 真的是擠報外交部的領務局 要來申辦新的護照 有民眾說中午過後 恐怕就要等400多人排隊 因此寧可早一點先來卡位 民眾擠報外交部領務局排隊人龍 看不見鏡頭就要出國玩了 民眾搶辦護照 有得要先行喔 等白隊喔 13號邊境大解封 近期領務局人潮爆滿 大廳滿滿都是人 網友直呼完全崩潰 還有人說網路預約日期也全滿 上週去也是近200人在現場等 因為昨天早上11點來的時候 是排在外面 所以我今天只好早一點來 因為昨天12點過後 我看等待人數已經430了 就滿誇張 根據統計國慶連假結束首日 全台護照申請 多達6000多件 2019年有174萬件 隔年疫情爆發數量銳減 2021年更少 今年行政院宣布 10月中解封後 截至9月已申請36.8萬件 若不想人幾人可請旅行社代辦 節省時間 鏡頭一轉 桃園機場旅客大包小包 全擠在報到櫃台前 開國門前一天 桃園機場就有大約1萬多人數入境 也將有東南亞東北亞旅行團 來台旅遊 搶攻解封商機 航空公司祭出機票優惠 新月航空桃園沖 來回票價萬元有找 長榮航空大阪東京也降價3到5000元 同濟國人旅遊五大熱點票價優惠 日本東京國際航空下殺到14000元 泰國機票下殺到約1萬出 也降了2到3000元 另外熱門景點像是歐洲米蘭 票價約3.5萬元 澳洲雪梨4到5萬元 韓國首爾機票約1.5萬元 解封前後無明顯落差 但疫情影響近三年 大家都悶壞了 虧為939天邊境大解封 勢必將出現一波暴復性出國潮 記者台北桃園綜合報導 海荒鮑魚乾杯E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 跟蜜製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黏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喔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GTI714 享有折扣喔